我們要來吃盒點壽司喔 我覺得盒點壽司跟師傅之間非常的親近 你可以看得到師傅在現場忙碌喔 你看喔 你可以看到師傅喔 在前面現場幫你做握壽司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棒耶 看到師傅現場做 他會讓你覺得非常安心 而且衛生也做得非常的好 炙燒大關竹甲魚 大關竹甲魚很厲害耶 這個竹甲魚上面呢 他有刷那個蔥鹽耶 吃起來好像那個燒肉 不過竹甲魚的味道都是比較重的那一種 竹甲魚的味道都比較重 美乃滋鮭魚 尤其盒點壽司價格啊 稍微貴一點 點上醬壽司啊 豆子兩個價格還要再貴啊 哇這個鮭魚肚看起來很漂亮耶 嗯 這鮭魚肚肉稍微吃 好好吃耶 哇靠 而且飯是熱的耶 烏溫的這樣子 鮭魚 鮭魚 鮭魚一定要吃 現在鮭魚超貴 吃它這個鮭魚 嗯 鮭魚是 怎麼樣都好吃耶 超級貴 還有鮭魚醬啊 煮在飯上面啊 好吃 自燒蔥鹽鮭魚 我發現他們這邊的鮭魚 每個都很好吃耶 吃火獎壽司就是要配很多的薑啊 有人跟我一樣是賣吃薑的嗎 美乃滋花絲握壽司 嗯 上面這個是麵衣耶 嗯 吃花絲沒錯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們有茶碗蒸嗎 來到這個地方 怎麼可以錯過 最厲害最好吃的茶碗蒸呢 這個茶碗蒸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 孤單啊 上面只有一個小小的小配菜而已 嗯 這個茶碗蒸也好喝 嗯 是好吃的啊 拔拔嫩嫩的 我覺得這一碗味噌湯 五十八塊非常的划算耶 吃起來有那個台灣啊 海產店的味道 台灣海產店啊 或是釣蝦場啊 煮味噌湯就是這個味道 裡面啊 放高麗菜啊 紅蘿蔔 還有那麵塊 整片的 這個 魚塊在裡面啊 還有放蘿蔔 這味道 超台式的 一點都不像是日式的味噌湯 嗯 我們還有鮭魚肉 我們來一個最貴的 一百八十八塊 海保捲 這個海保捲 裡面 鮭魚切丁啊 我們來吃魚卵啊 甜蝦 上面有個海膽 裡面藏了三個 吃一下這個 鮭魚 不只喔 是六個 小的這種小壽司耶 嗯 這種吃過的軟壽司啊 有看到鮮色盤子啊 就知道是最貴的那一種 嗯 嗯 那甜蝦好冰喔 好甜喔 好甜喔 嗯 嗯 明太子炙燒鮭魚 嗯 我真的覺得他們的鮭魚真的蠻厲害的 對了剛剛吃那麼多還沒有介紹我在哪裡 我在中壢的華泰名品城 逛著逛著啊 就順便買一個Gucci 買名牌啊 一定要看它的原價啊 看打完多少時候再買 啊買這種最划算的那一種 色的 以及兩個藍色 它這有四個銀色盤 以及金色的三個 六結帳囉 通常啊 吃完這一些啊 如果在台中啊 貧富壽司啊 差不多一千塊 就有了 看看到時候結帳會結多少錢 走 哇結帳了多少錢 一千三百三十八塊 吃幾盤 才吃了三四二 才吃了九盤壽司耶 好少喔 怎麼吃這麼少 我真的覺得 我還是去買名牌好了 我是廖帥 我在中壢的華泰名品城 喝點壽司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